来自台湾的完生乐团 在马来西亚进行巡回演出 他们在慈济志工 以及资深音乐人李授权的带领之下 将会在马来西亚五个州举办28场 大爱之夜慈善募款音乐会演出 要为慈济在当地筹募建设基金 歌声变化成乐器听来不可思议 这一场音乐饗宴 听众尽情享受 但没想到也得被拱上场 现学现卖 其实人的声音的确是非常不可思议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东西有很多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们模拟乐器 它就是把它模拟成70%下 剩下30%就是后面的皮雷大哥 帮我们把它腻得更正这样子 完生乐团从七月份开始 在马来西亚五个州巡回举办 大爱之夜慈善募款音乐会 要为慈济在当地募集建设基金 而在槟城的第九场演出 依旧引起民众热烈回响 一场音符与慈善的交会 总共将举行二十八场 期盼有更多听众一起付出爱心 带回感动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导 大爱新闻 大爱新闻